歡迎收看理財選擇題 我是阿哲 定期定額投資0050 是許多村股族都會進行的操作 相信各位也都知道 持續來投入大盤 能夠更加穩定的去參與到市場的漲幅 但是近期我身邊有很多投資朋友 跑來問我說 阿哲 你有聽說過0050-2嗎? 如果股市的長期趨勢是持續向上的話 投資0050-2 不是就可以獲得兩倍報酬了嗎? 這些問題都即將在本集節目當中 詳細的幫各位進行介紹 接下來就讓我一一到來 各位有聽說過0050-2嗎? 老實說我對這檔ETF也是非常的陌生 所以我馬上搜尋了一下 這檔ETF的技術線型來進行一些觀察 我們可以發現到自從台股反彈以來 這檔ETF確實出現了大幅度的漲幅 如果我們利用7月12號的低點88元 以及8月16號的高點111.65元來做計算 短短的一個月這檔ETF就上漲了27個百分點 如果我們拿來跟大盤來做比較 價錢指數自從7月12號反彈以來 不過也是漲了10%左右 相對來說投資漲ETF 似乎是非常明智的決定 反正股市就是長期向上嘛 如果台股沒漲1% 這檔ETF就會漲2% 那我還存0050幹什麼 直接存0050-2不是賺更多嗎? 相信各位內心都有同樣的疑問 不過沒關係 接下來就先讓我們來一起了解一下 這檔ETF究竟是如何做到槓桿操作的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檔ETF的基本資料 這檔ETF全名叫做 元大台灣50單日正向二倍基金 證券代表是00631L 而投資的方針是 盡可能的達到0050單日績效的兩倍 只不過有時候可能不是那麼準確就是了 簡單來說 今天0050漲了兩個百分點 00631L這檔ETF就會差不多漲4個百分點 相對的如果0050今天跌了2% 這檔ETF就會差不多跌掉4% 所以說為了達到這樣的投資目的 這檔ETF持有的東西不是股票 而是期貨 所以說這檔ETF跟我們過去介紹的所有ETF 其實都不太一樣喔 再來我們大概了解到了00631L 這檔ETF它的投資目的過後 接下來也讓我用一些數據 幫各位進行一些說明喔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是今年1月份到今年7月份 00631L以及0050的股價變化 我們可以發現這兩檔ETF 都因為大盤的回檔 股價都面臨到了非常大幅度的重挫 0050的股價由146.4元 跌到了111.55元 下跌幅度達到了23.8個百分點 而00631L則是從146.55元跌到了92.35元 下跌幅度則是高達了36.98% 看得出來0050真二這檔ETF在遇到修正時 對於股價的破壞力也是非常大的 不過如果我們在觀察近期這兩檔ETF的股價變化 各位可能就會產生不一樣的理解喔 我們接著看最近一個月這兩檔ETF的股價變化 我們可以發現到7月1號提至8月16號為止 0050上漲了9.46% 00631L則是大漲了20.47% 感覺得出來0050真二也就是00631L這檔ETF 確實是實至名歸 不過如果各位觀察得夠仔細的話 可能會發現到兩個問題喔 首先第一個 為什麼這檔ETF的漲跌幅 不會剛好是0050的兩倍呢 再來第二個 為什麼這檔ETF在上漲的時候 漲幅確實達到了0050的兩倍之高 甚至更多 但是在下跌的時候 為什麼跌幅卻不到0050的兩倍呢 這是因為這檔ETF是利用每日在平衡的機制 來達到0050績效的兩倍 還記得我們一開始所講的嗎 這檔ETF投資的方針 是盡可能達到0050單日績效的兩倍 所以今天0050如果漲了一個百分點 00631L這檔ETF就會幾乎上漲兩個百分點 而這就會導致一個現象喔 連續一段時間持續上漲的時候 這檔ETF會漲超過0050的兩倍之高 但是連續一段時間持續下跌的時候 這檔ETF反而會跌不到0050的兩倍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做說明 我們假設這兩檔ETF的股價 在第一天都是100元 隔天0050從100元漲到110元 是漲了10個百分點 而00631L理論上會有20%的漲幅 股價就會來到120元 如果第三天0050再漲了10個百分點 股價會變成121元 相對的00631L就必須再次上漲20個百分點 來到144元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計算啦 我們可以發現到這三天0050合計上漲了21元 漲幅是21% 至於00631L則是上漲了44元 漲幅當然是44%嘛 這也就是所謂的負利效果 所以說這也就是為什麼 在連續上漲的時候 00631的漲幅會超過0050的兩倍 當然同樣的道理啦 在一段時間內持續的下跌 00631L也會跌不到005的兩倍 假設第一天0050以及00631L的股價都是100元 如果第二天0050下跌了10% 理論上00631L就會下跌20% 股價分別會跌到90元 以及80元 接著第三天如果0050又跌了10% 股價會剩下81元 00631L就會剩下64元 我們一樣做一個簡單的計算 就會發現到 0050連續下跌兩天過後 跌幅是19% 至於00631L卻只有下跌36個百分點 也不到19%的兩倍喔 所以說目前聽一下的感覺 00631L這檔 ETF 是一檔比0050更值得存的存股標的 對嗎 但在這邊我直接告訴各位 投資這種ETF會遇到一個風險 那就是這種槓桿型ETF 很容易遇到的一些問題 叫做震盪的耗損 這部分可能很難進行理解 不過沒關係 我一樣直接舉例進行一些說明 我們看這張圖 我們一樣假設 這兩檔ETF的起始價格是100元 如果隔天0050漲了10% 來到110元 理所當然00631L 會漲到20元 來到120元 但是如果第三天0050跌了10% 股價會剩下99元 而不是100元喔 至於00631L則是會下跌20% 股價只會剩下96元 我們一樣做一個簡單的計算 就會發生到 0050經過兩天的漲跌過後 賠掉了一塊錢 也就是1% 而00631L卻賠掉了4元 跌幅高達了4%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00631L的跌幅 竟然是0050的4倍之多 所以說這檔桿型的ETF 如果遇到長時間的震盪 對股價的破壞力也是非常卓越的 我認為這就是投資產ETF 會面臨到的最大風險 雖然說就過往的經驗來看 00631L的股價上漲速度 是非常驚人的 光是從2020年疫情發生以來的低點 截至到今年1月5號的股價 00631L的漲幅 就高達了將近470個百分點 相對於0050的120%左右 漲幅幾乎是0050的4倍之高 甚至如果將時間尺度拉到最長 利用月線的角度進行觀察 我們可以發現到00631L的股價 在短短的不到8年的時間 就上漲了650% 等同運營在8年前投入200萬 現在就會變成1500萬 但我還是要告訴各位 我認為這場ETF不太適合存股主 進行超長線的存股操作 原因除了我剛才所提到的震盪耗損以外 更重要的地方在於我們存股是在存什麼 是在存一個心安理得的嗎 我們會做存股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對於我們股市不太熟悉 不然就是對於操作不夠有信心 甚至對於風險承受度也沒有那麼高 我們才會進行存股嗎 而這場ETF雖然看起來無懈可擊 在上漲的時候 漲幅可以超過0050的兩倍之高 在下跌的時候跌幅也不到0050的兩倍 但是各位真的能夠承受出 這麼高的風險 這麼大的一個波動嗎 所以說純值檔ETF 其實就完全背離了我們存股的初衷 我們做存股就是希望藉由穩健的標的 加上穩健的操作 來達到穩健的報酬 大家應該都同意吧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去存00631L不就本末導致了嗎 聽到這裡一定有很多投資人想要問我說 阿澤 如果說這場ETF股價波動這麼的大 我透過定期定額買進 不是也能降低持股的平均成本嗎 這麼做當然也OK啦 但是我認為這樣做其實有點矛盾 你去想 你買進了一檔高風險的金融商品 然後希望藉由超長線的存股來降低風險 那你幹嘛要買風險比較高的00631L 不去買0050呢 除此之外 由於這場ETF是藉由吃了期貨來到兩倍槓桿的目的 所以說這場ETF也會導致它的內購費用相對來說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投資期貨就會衍生出所謂的換倉成本嘛 所以一般來說這種槓桿型的ETF你持有的時間越久 被吃掉的鏡子也就會越多 我認為這部分也是值得投資人進行留意的一些地方 前面的最後我也幫各位稍微做一個總結喔 我認為00631L以及0050正2這場ETF 絕對不會是一檔很好的存股標的 雖然就這場ETF的歷史走勢來看 00631L確實可以為各位帶來非常佩慌的超額報酬 但是這也是因為台股走了好幾年的大拖頭啊 並且這場ETF也還沒經歷過大空投的犀利 所以我們也無法得知 這場ETF在遇到長時間的熊市過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並且投資這場ETF其實也違背了我們做存股的初衷嘛 當然相對的啦 如果對於股市比較熟悉 對於操作非常有信心的投資人 當然也可以借這場ETF來去擴大自己的一個投資報酬率 但是對於我來說啦 如果要進行槓桿操作 我會直接選擇台股期貨來進行操作 會更加直接一點 其實各位要不要操作這場ETF 我就請各位自行斟酌囉 以上就提供各位來做參考 那麼各位如果對於本集節目內容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對我的看法或想法有任何的意見 也歡迎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對親自來做回覆 喜歡我的影片也歡迎幫我的頻道訂閱 按讚以及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就下集再見 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